想吃芽菜不用买 用口蒸锅就能种 质感白亮 绿色有营养 嗨大家好 我是爱做美食于姐 想吃芽菜或者是豆芽 不用再去买了 于姐教你再加种 首先把200克绿豆给它倒在清水里 要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多加一点点的清水 盖住盖子浸泡一个晚上 早上起来 把绿豆给它洗干净以后 给它倒在漏篮里面沥水备用 提前准备一个透气无油的容器 下面给摊上一块吸掉水的纱布 这个纱布一定要保证是无油的 不然的话绿豆会烂掉的 纱布铺好以后取一半的绿豆 用手给它铺平 另外的一半的绿豆 给它晃在另外一个容器里面 也用手给它铺平 全部都铺平以后 把它晃入我们提前加了水的蒸锅上面 这样可以保证豆子上面的湿度 然后用一块透气不透光的布给它盖住 这样它以免豆芽变绿 盖好了以后 给它晃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 然后就是早晚给它洗个凉水枣 一定不要煎油哦 这一会儿是当天的下午 我们给它掀开让大家看一下 豆子都发芽了 这个时候呢给它轻轻的给它洗个淋浴 第一次洗淋浴是最关键 千万不要用水冲哦 冲歪了长得乱七八糟就不整齐了 我们在给豆子冲水的同时呢 发现豆子个个都发芽了 在这个时候呢你要选择 你是吃豆芽还是吃芽菜 假如说你想吃强壮的豆芽 上面摊一层纱布 然后呢再压一个平底锅 或者是一样大小的重物 像这样压出来的豆芽呢 又粗壮又白亮 假如说你要想吃芽菜呢 就跟我这一样 上面呢盖上一个不透光的布 然后呢给它晃在一边 每天给它洗一两次澡就可以了 现在打开的是第二天的样子 豆芽呢长得整整齐齐都找到方向了 根朝下头朝上 然后呢在锅里的水呢 每一天要给它放一次 否则呢豆芽呢它就会烂雕 也按同样的方法给它洗个淋浴 然后给它放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 这个是第三天的早上 打开盖子一看 豆芽长得更加强壮了 按此方法呢也给它洗个淋浴 这个呢就是第三天的下午 豆芽呢明显长得很深了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炒豆芽吃了 我呢是为了拍照又想吃芽菜 所以呢我又给它放在锅里面 等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来掀锅看一下 哇豆芽长得好深啊 把锅就给它掀开了 看一下 好茂盛啊 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上面一层给它挪开 让大家看一下下面的怎么样 哇下面长得也非常的好啊 下面满是根须 我给它放在平底锅里面 更方便观察 哇我们的芽菜长得好漂亮啊 不吃放在家里面心情也会好很多哦 拔一点拔根部给它剪掉 然后用清水给它清洗清洗 上锅一炒就是一盘菜 哇太好了 豆芽根部剪掉以后 给它放在清水里 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沥水备用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醋溜豆芽 锅里打少许的油 油热以后葱姜爆锅 最后再加一点点的黑胡椒粉一起爆香 然后呢立马就加豆芽 不然的话胡椒就会浮掉 豆芽下锅以后要开大火翻炒 用大火炒出来豆芽呢 才能会清脆好吃 翻炒个片刻开始调味 首先呢加一点点的食盐 然后呢再加一点点的黑胡椒粉 不喜欢吃黑胡椒的也可以不加 然后呢再加白醋一点点 喜欢吃酸的呢也可以多加一点 加完了以后继续翻炒 翻炒个片刻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鸡精 鸡精加上以后再次给它翻拌均匀 翻拌至鸡精融化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葱花蒸香 就可以出锅了 我呢是出锅的太急忘记加葱花了 装盘以后才想起来葱花还没有加 为了拍照好看呢 我又点缀了一点点的葱花 像这样炒出来的豆芽呢 清脆好吃 无化学成分 家人吃起来呢也特别放心 外面买的豆芽都是有矮装束的哟 我们当天呢就炒了这样的盘子呢 上午炒一盘下午炒一盘吃了两盘 还没有吃完 锅里面剩下来的呢 这个呢是放了第二天的样子 这一盘呢没有盖就变轻了 这一盘呢是我们用布盖着的 还是绿的 长得明显的又深了很多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于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